拜登政府2月10日表示 将要求各州提交在高速公路铺设电动汽车充电器的方案 这是一项50亿美元计划的一部分 该计划旨在填补基础设施方面的空白 以支持电池驱动汽车的蓬勃销售 政府为部署第一批6.15亿美元资金 制定了一个相对快速的时间表 所有50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和波多黎各 最迟要在8月初提交计划 解释他们将如何在主要高速公路沿线 或非常靠近的地方安装高压充电器 充电器之间的距离不得超过50英里 并鼓励各州将充电器放置在休息区 或其他有食物和其他服务的地方 联邦官员必须在9月底前 决定是否批准各州的计划 之后政府计划在农村地区或其他社区 再投资25亿美元 政府官员称 洲际充电器计划是为电工和其他工人 创造就业机会的一种方式 目前美国的通货膨胀推高了汽车的维修 零配件更换和租赁的价格 之时保险公司纷纷提高保费 许多公司的保费提高6%到8% 部分公司甚至涨了两位数 由于超速开车和分心驾驶的现象增多 造成严重和致命的车祸更多 Allstate Insurance表示 保费提高也包括车祸 商者的医疗费升高因素 该公司在25个州的保费平均上涨7.1% 公司表示保费未来会继续升高 Travelers Cause去年8月提高了11个州的保费 预计今年第一季再提高25个州的保费 更多州的保费会在下半年提高 部分州的保费2022年可能提高两次 Camper保险公司去年第三和第四季度 对超过半数的个人车辆客户提高了保费 Progressive保险公司考虑提高 部分州的保费最多达17% 提高保费遭到消费者抗议 美国消费者联合会批评说 保险公司在降低保费时果足不浅 但提高保费却动作迅速 继两年前宣布医用大麻合法化后 泰国卫生部长阿努丁查恩·维拉库尔 2月8日签署政府公告 宣布除了私侵大麻分高于0.2%的大麻提取物以外 将大麻从毒品管制名单中移除 使泰国成为亚洲首个大麻合法化的国家 根据最新规定 未来民众通知当地政府后 可以自己在家中种植大麻 但用于商业必须先申请执照 不过卫生部长没有明确说明大麻能否用于娱乐用途 该变更将在政府公告公布120天后正式生效 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 由于对高科技和服务业的投资快速增长 2021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创纪录的1730亿美元 202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 官方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.1万亿元 超过1700亿美元 比2020年增长14.9% 两位数的增长得益于对高科技和服务业的强劲投资 去年这两个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约17% 其中高科技产业增长17.1% 服务业增长16.7%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2021年出现强劲反弹 飙升77%至约1.65万亿美元 这是继2020年暴跌40%之后取得的成就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